我们现在要谈的是万有引力 我们将会分成五个段落 那第一个段落是关于高一 我们提到的克普勒三大行星运动定律 那接下来就是高二的主轴 就是万有引力定律 以及地球表面的重力 还有最后人造卫星的系统 那我们会补充延伸讨论 关于双星系统跟椭圆轨道的距离半径 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 克普勒三大行星运动定律切入 那这是克普勒在1602年的时候 接收了他的师父帝谷 那帝谷做了大行星二十多年的观测 那克普勒得到这些数据之后 进一步去做一些数值计算 那因此陆续提出了三个行星运动的规则 那被称为 因此克普勒就被称为叫做天空的立法者 他的第一个定律主要是针对哥白尼 他在提出日星说的同时 哥白尼认为大行星的轨道应该也是理想的圆 但是经过他对于数据严密的检核 克普勒也去做根据圆运动的轨道 去做当天行星该出现位置的预测 那发现实际观测跟预测的位置 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异 那这个差异大过地骨他的数据的精密度 因此他计算了多次之后 终于放弃以圆轨道来描述行星运动的这种习惯 因此他提出了事实上大行星的公转轨道 应该是颇圆轨道的 那我们现在邀请大家可以拿出一段固定长度的绳子 然后把这个绳子固定在两个两端固定在 用图钉固定在比如说保力笼板上 然后拿一支笔把这个绳子绷紧 因此我们可以画出一个火源轨道 那在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特别注意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在短轴的一端 那这个时候他的绳子会是对称的分布 那另外一个端是长轴的这个点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他这边有两段绳子重合 其中的这一段如果你把它想象移到这个位置 因为椭圆是对称的 那因此你会发现事实上我们选择的这个绳子的长度 就是长轴的长度 那也会是在短轴的这一端的一半 这个半长轴 也就是这个长轴的一半 也就是绳子长度的一半 这是我们在画图圆时候得到的一个结论 那如果呢接下来我们是可以把这个 针对椭圆的集合 我们可以把这个椭圆的两个对称轴交点的地方 把它定为叫做对称中心 也当做是圆点 那这个互相垂着的轴 这边叫X轴 这个叫Y轴 那我们定好坐标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椭圆他的每一个点 可以被描述成这个通式 这个通式在数学会提到 那我们在这里不多深入 我们要主要提的是 接下来我们对椭圆的其他的几何性质 其中有一个是关于离心率 描述的是椭圆它到底有多么扁 那我们对它的定义是 它是A分之C 那A是指长轴的一半 那B是短轴的一半 C指的是对称中心到焦点 就是刚才我们画的图的这个固定点的距离 我们把它称为叫焦距 如果我们刚才用画圆 画椭圆的方式来画圆 那改变的是把这两个有个距离的点把它重合在一起 那用同样的省长 那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半径为A的圆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知道圆它的离心率是零 因为画圆的时候是把这两个点重合 因此C的数值会是零 但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两个点固定点把它移的比较远一点 那我们会发现A跟C的比会很接近于1 那也就是距离越远越接近1的时候 它的椭圆会越扁 那实际上我们看大行星它的比心率都很接近0 就是0.0多这样子 那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 事实上这些大行星的公转轨道 都是很接近圆的椭圆轨道 那另外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个面积 同样的面积也很像圆的面积是π乘上AB 那实际上我们观察这个地球的 跟太阳的这个距离 还有两个比较特别的点 一个是最近的点一个是最远的点 那我们把这个最近的这个点 如果太阳是在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称这个地方叫做R1 也就是它的近日点 那最远的这个点我们就把它称叫R2 是远日点 那它们的特别在于 首先它们在冬天的时候 地球在冬天的时候通过了近日点 那同时它跟太阳的距离是0.98AU 在夏天美国国庆这一天 它通过了远日点 然后距离是1.02AU 那差异不大 此外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到 事实上太阳的远近 并不决定了地球 到底是夏天还是冬天 那另外就是太阳的边缘有一个矮行星 是冥王星 它跟太阳的距离大概是40AU左右 好 如果我们有一些这种尺度的观念 在于解未来的一些题目的时候 或许我们会比较有一个背景可以作为判断 那在科普勒归纳出第一定律之后呢 那他们在过程中应该可以感受到 就是因为行星跟太阳的距离是远近不一的 好 那也就是说它的速度如果在近日点处 我们称为叫V1 在远日点处叫V2 如果它是圆周运动的话 那么各个地方的速率会是相等 但是现在是远近不一的椭距 所以到底它在近日点的时候动得快 还是远日点的时候动得快呢 这是下一个科普勒想要回纳的问题 因此它的第一定律跟第二定律 其实几乎是同一年提出来的 那最后它研究的结果显示了 如果我们把太阳跟行星的连线相连 然后会发现在相同的时间内 会少过相同的面积 那这个是最后它数值计算得到的 等面积速率定律 那我们可以比较简化的去看 如果是我们取很短的时间内 然后我们看远日点这一点 那它的速度的方向会是垂直于这个R2 这个方位相量 那因为它时间很短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几乎是等速率的状况 然后它走的路程是V2乘的πt 那如果我们要去算它的扫略面积的话 那因为还是一样时间很短的关系 我们可以把这个几乎是扇形的面积 看成是很像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出它的面积是二分之一的底层高 那因此我们就可以推导出它的面积速率 会是Δt分之1Δa 我们可以上下消掉Δt之后可以写成它的面积速率是二分之一R2V2 我们同样也可以用类似的推导在这个进入点这里 我们说它的速度叫V1 所以它的面积速率也可以被类似的推导方法推得 它的面积速率是二分之一R1V1 那根据克普克的研究 这个数值是相等的 那这是我们高一很熟悉的就是R1V1对R2V2 也同时回答了我们刚才的问题 如果这个行星距离太阳是比较近的 那它们的速率会是比较快的 因为这会是一个定值 好 这是我们从 数量数字上面得到的一个等面积速率 但是事实上本质 这个等面积的面积在数学上虽然是把它视为是存量 但在物理上面它在后面会牵扯到 因为这个是太阳的这个系统 如果它是逆时振转或是顺时振转 它的能量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能够用来秒数 这个面积会是一个向量的状态 就是当它是逆时振转的时候 在我们的这个 视线上所看过去的 它的方向 它的发现方向也会是穿出直面 好 那我们通常是用右手 右手来决定 我们的四个弯曲的手会是顺着 这个公转的方向 那么拇指的方向就会是它的面积的把线的方向 所以本质上 面积速率定律应该是被解读成叫做 等面积速度定律 那其中的R跟V本身是向量 因此它们如果是向量相乘之后得到是向量 那么它们应该是一个外系的外系 那再把我们之前的圆周运动 我们知道的V等于R Omega带进来 那我们会得到R平方本身是没有方向性 我们会得到这个发现的方向 事实上就会是它的角速度的方向 那在一样就是我们在旋转 这个顺着这个四的手指头旋转的方向上 我们会得到这个角速度的方向会是在转轴上 也就是跟这个面积发现的方向是同方向 那这个大小就是面积的速度 面积速度 就是T是它一个周期绕转的时间 那这个是我们该推出来的 火源面积的方式 那最后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衍生 就是我们在看到科普勒很辛苦的 把这个等面积速率的数值 做了一些计算得到的表面的现象 那最后后面牛顿它是有用力学的系统 去做一个推导 最后在力学的系统推导出一个跟转动的系统有关的 叫做角动量守恒 我们对角动量的定义是R cross P 那这个角动量是指描述物体旋转的运动量 那这个P是它的动量 那数值上就是M值上V 因此角动量就是R core M值上V 那再以太阳灰这个转动中心的这个系统来看 那因为太阳是这个行星系统引力源 我们很合理的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支点 转轴的概念 那我们可以看到不论在哪一个位置 行星受到太阳的万有引力作用 它的受力都是朝向太阳 其实是动到另外一个位置 是它的速度方向 是它的质量 那它的受力始终是朝向太阳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地方的力都是通过转轴 因此它是符合这个力举和为0的情况 那因此它就应该是遵守角动量守恒 所以它应该是角动量的数值 会是MR cross B 那这个数值是一个定值 然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我们的这个等面积速率定律 它的数值是定值 但即使你把它再乘上2再乘上M 那它也是一个定值 所以你会发现 序里上赫伯勒第二定律跟这个角动量守恒定律 它是互为表里 最后我们要看的是赫伯勒第三定律 那这个定律跟前面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定律它所描述的是同一个引力源 但是是不同轨道 但是前面的这两个定律是同轨道 不同地点 所以第三定律它描述的是像普星木星这些行星 它的左远轨道的平均半径 平均半径我们是用近日点跟远日点加起来除以2 然后同时也会是我们的半长周 那这个平均半径我们有另外一个符号就是α 然后它的立方会跟它的周期的平方是成正比 或者是平均轨道半径立方除以周期的平方会是一个定值 那这是一个经验归纳出来的一个公式 那它只适用在像木星土星或是哈雷卫星这种共同绕太阳在转的这种同个引力源的系统 但是不可以把木星的轨道这种特性跟月球的轨道来做互相的比较 因为月球是绕地球转它们是不同的引力源 这是我们在使用第三定律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科普勒定律的一个办理视频 那首先我们就谈论关于哈雷卫星 这个哈雷卫星它是很有名的一个卫星 它被观察到每76年会靠近太阳室这附近一次 所以它周期是76年 那它的近日点最近可以进到在地球轨道之内 0.6天文单位 那现在这个题目是要问你说最远的时候它可以到哪里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地球的半径 平均轨道半径设为是EAU 然后它的周期是一年 你可以把它带进来 原因是因为地球跟哈雷卫星都是绕太阳转的 它们是属于同一个引力源 不同轨道的这种情境 所以它符合科普勒第三定律 把它带进来之后呢 这个平均轨道半径的立方 它们比的立方会等于周期的比的平方 好那76的平方在数学上可以把它近次看成是18的立方 好因此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哈雷卫星的椭圆轨道平均轨道半径 是18AU 然后把它带进来我们刚才的这个式子 好我们可以得到它在近日点是0.6 那远日点的地方是35.4AU 那这个距离如果你大概有概念的话 是还不到冥王星的轨道 但是还蛮接近的 这是我们克普勒三大行星定律的一个浏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